5月5日是24節氣中的立夏 代表著夏天正式來臨 天氣開始熱 經常飲凍飲和涼冷氣 從中醫角度會容易相脾胃 另外有些食物食得多的話 會出現生瘡和心煩的情況 聽下中醫講解 去到立夏夏天就已經來了 即是說身體內一些火邪熱邪 其實都有機會因為這樣加蟲 另一方面中醫角度 認為夏天和心是相通的 所以你有機會 如果當我們是進食一些 辛辣刺激煎炸油理的食物的話 可能會導致心火比較旺盛 出現口舌生瘡 或者是心煩 睡得不好的情況 剛才提到飲食習慣對身體的影響很大 譬如我們飲食上面 吃清淡一點 吃一些新鮮的蔬菜水果等等 另外避免是一些煎炸、辛辣、油理的食物 其實可以減少這些熱邪的出現 夏天來說 有不少人會喜歡飲凍飲食物 飲凍飲食物 其實從這角度 會很容易就損傷脾胃 造成脾胃失調 混化水分的功能下降 令到濕氣激墜在身體內 可能就會影響脾胃混化 出現一些胃口不好 或者是舌射 或者好像有人很累 濕重的現象 如果凍飲食多 或者是出了冷氣多 其實都會導致個人的靜氣不足 令到鼻敏感 或者是傷風感冒等等出現 夏天來說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吹冷氣的習慣 會形成一些我們叫俗稱冷氣病的情況 就經常好像 尖寒尖凍 容易感冒 又或者可能會容易打癡流鼻水 這些情況 跟其他節氣一樣 納下養生 亦都有它的時令特點 除了湯水和按月位可以清新火之外 在煮食的時候加入一件事 對養生也很有幫助 對於一些體質比較燥熱的人士 夏天他們會比較辛苦 即是他們可能會容易出現心煩 失眠 或者好像生瘡 或者一個人犯燥的現象 這個時候我們會根據體質 去服用一些具有清熱 消暑作用的食物 譬如有苦瓜 有西瓜 有冬瓜等等 但我們吃得太多寒涼的食物都不行 因為以上剛才所說的那些瓜 其實都是比較涼一點的 我們也可以吃一些薑 有一句說話叫做 冬食蘿蔔下食薑 其實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如果是 長期只吃一些寒涼消暑的食物 其實有機會造成脾胃虛寒 如果適量地服用一些薑 或者在你煮菜的時候 放一些薑下去的話 其實可以平衡食物的寒涼之性 也可以驅散身體積了一些寒氣 所以對養生有一定的幫助 月位方面 我們可以按我們手掌的勞工月 勞工月就是當我們握拳頭的時候 中止碰到這個位 這個就叫勞工月 這個勞工月其實可以幫助我們 有清心火的作用 如果當我們有時晚上睡不著 去按一下這個手掌心的月位 其實對我們去安神 或者去入睡都有一定的幫助 湯水方面 我們可以用苦瓜 用排骨 用黃豆 和鹹酸菜一起煮湯喝 有一個幫我們燒暑 和健脾的作用 在這邊 對餐廳的作用 這一個幫助 我會不會的 是有一個幫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